是百分之百 逐批车略的话 还是有苏兰宏 这个逐批查验是假的吗 待会在这边还是要先抱歉 可能是我们的指令不够明确 查验方式改采 加强抽批 100%抽批 如果连续5批是合格的 其实就会调降 等我追下去才发现 根本就不是这样嘛 那部长也很有风度 做错就认错 而不是做错了 还继续说谎 还继续硬哦 署长我有说错吗 的确是我们边境的查验 它的常规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今天这个案子 已经不是常规了 我们再往后也会 做这个部门就做卡産 一旦查出来的话 那我们就是百分之一百的查 做这个查验 这件事情一定要搞清楚 倒不是说啊 现在要去追究谁 处罚谁 而是这样的错误 绝对不能再犯 请部长 请薛部长 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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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长之前苏丹宏啊 造成的食安风暴 我在上一次质询的时候啊 我请教部长 你们对外的新闻稿 以及提到委员会来的专案报告 都说从2023年 去年12月11号 已经采百分之一百逐批查验 检验合格 才能够输入 我想这个食药署的新闻稿 跟这个报告 白纸黑字我都列在这边 没有问题 但有问题的事情是 我上次就请教你 如果是百分之百逐批查验的话 我那个时候请卫福部公告 公告 你们进口的时间 因为你们说百分之百逐批查验这件事情 是不是真的要被检验嘛 然后等到你们公告的进口的时间以后 我看就不对啊 有到今年1月24号 今年1月1号 今年2月17号 今年2月1号 不同的厂商进来的时候 而且哦 这些都是违法的厂商哦 进来了以后 在逐批查验的时间点后 但后来流入到市场 被查出来 还是有苏丹红 那我就很困惑啊 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这个逐批查验是假的吗 请部长 好 这一点谢谢委员的一个垂巡 然后后来我们就去查 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我在这边还是要先道歉 可能是我们的指令不够明确 百分之一百的这一个脆批 这个部分的话 在当时我们的命令下去之后 把我们的这个 这个实践署在海关的同仁 他因为原来都是以茶农药为主 所以他以为就是百分之一百是农药 苏丹红并没有百分之一百 先等一下哦 所以这是我们的错了 当初逐批查验我们要仿制的对象就是苏丹红啊 原来是农药 因为农药不合格的比较多啦 所以他们一直 没有哦 去年五月的时候 我们上次质询的时候 你不就在这边承认了吗 去年五月陆陆续续 就发现了苏丹红嘛 对 还是农药为规 啊你们对外前面讲的新闻稿从来没有告诉消费者说 原来我们主批查验的是农药不是苏丹红啊 对啊所以在刚好这中间大概有两三个月的空档 就会出现这个刚刚委员提到的这个问题 这后来我们查出来的结果是 那这应该是我们上层的指令不够明确啦 让这个我们实在书的这个基层的同仁在那边处理的时候 就以为是农药百分之百 那他就没有把苏丹红百分之百 所以会漏掉两批吧 我记得是两批 你到今天啊 真相大白 所谓的逐批查验 我后来一直追这件事情 到底是怎么回事 因为如果真的逐批查验的话 不应该出现这样的现象吗 但是却出现了这样的现象 结果我真的发文给卫福部 我很有耐心的在等 等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分两趴 第一趴是刚刚部长承认的 说原来你们有逐批查验 检验的项目是农药残留 但后面还有两家 保新的部分 你们说在逐批查验以后 连续五批逐批查验符合规定 依照食品及相关产品 输入查验办法第十条第一项第二款 查验方式改采加强抽批查验 这个就不是逐批查验哦 这个是谁决定的 这个是谁决定的 这不过是请我们署长 是请 跟委员报告 其实我们在边境的查验办法 像这种逐批的 就是一百百分之抽批 如果连续五批是合格的 其实就会调降 这是我们本来的程序就是如何 跟你们给社会大众给 未华委员会的专案报告 从来没有这样写过啊 从来没有这样写过啊 我有说错吗 署长 我有说错吗 请教署长 因为我们如果是采取监视查验的话 那就会永远都不会调降 除了到我们说要调降 但是我们如果是一百百分之抽批 我刚刚的问题啊 是 你们给未华委员会 发给社会大众的新闻稿 告诉社会大众啊 逐批查验 现实上面等我追下去才发现 根本就不是这样嘛 刚刚部长 解释了农药的部分 那部长也很有风度 我欣赏部长这种态度 做错就认错 道歉 我觉得这是一个政务官啊 应该有的基本的风范 而不是做错了 还继续说谎 还继续硬拗 我现在就有关于 你们从逐批查验 改成加强抽批查验 的这件事情 我请教署长的是 这件事情 我如果没有追下去 你们给社会大众的新闻稿 给未华委员会的专案报告 从来没有这样讲哦 署长我有说错吗 我想我们在提的这件事情的话 的确是我们在边境的时候查验它的常规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今天这个案子已经不是常规了 那我们再往后的时候也会就这个部分去做改善 也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找出九种的这种高风险的 不应该出现在食品的这种类的里面的 那这九种物质的话 一旦查出来的话 那我们就是百分之一百的查 就说查验 而且是针对这一些 这一些的物质去做检验 部长有担当哦 出来帮署长挡子弹哦 而且你的说明是对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食品及相关产品输入查验办法第十条 你们给我的报告援引的是第一项第二款嘛 我不晓得卫福部的同仁是不是觉得立委都不会真的去查那个办法长什么样子 第二项怎么写的 原采逐批查验产品 查验机关基于卫生安全考量 可以不适用前项第二款的规定嘛 就不是抽五批没有事情 就可以接下来用抽的嘛 就还是要用逐批查验嘛 部长我对第二项法条这样的解释的理解有没有错误 连续五批 那符合规定的 那是第二款嘛 第一项第二款嘛 但我现在代部长看的是第二项嘛 就是刚刚部长所讲的嘛 你已经造成了危害 酿成了食安风暴 当然 如果是属于那一类的话 那我们就不会降级啦 所以本来就应该用第二项嘛 对啦 部长我这样说没有错吧 应该是这样子 我希望部长 就是说 就发生这么大食安风暴的时候 我们既然在给第一线的工作同仁的指令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差错 对 这件事情一定要搞清楚 是 搞清楚的目的倒不是说啊 现在要去追究谁 处罚谁 而是这样的错误绝对不能再犯 对 这样可以吗 可以 这我已经有跟同仁交代了 就是说这个如果指令觉得不清楚的时候 一定要回报 要把它厘清了 OK好 谢谢 好谢谢 谢谢 百万订阅大突破 台式新闻 TTV News 感谢由你 重要直播随时掌握 时事新闻 不露接 一刀未解 新闻看得更完整 我记重大事件 Catch时事最新脉动 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